大家好,我是博仔 上两集讲到为什么观众不喜欢大宝贝 那当然不能少了他的前夫黄晓明 首先先讲黄晓明的背景 96年黄晓明考入了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本科班 与赵薇成坤成为同班同学 98年还在上大学的黄晓明第一次当电视剧的男主 在爱情不是游戏中饰演男主萧卓一 第一次当男主的他以为这部剧能令他红起来 但事实上并没有 期望过高带来的失望 令他领略到艺术的可爱与残酷 也看到自己浮躁的一面 之后他演了好几部电影跟电视剧 但都没有太大的水花 直到01年黄晓明主演历史剧《大汉天子》 在剧中饰演少不经事的《汉武帝刘彻》 该剧叫好又叫做 身为男一的教主也因《大汉天子》出场走红的滋味 之后黄晓明接连出演了《大汉天子23》 《还珠格格三之天上人间》 还有其他电影跟电视剧累积了不少的人气 在06年黄晓明登上了《腹部丝中国名人榜》 排第52名 同年在《神雕侠侣》播出后爆红 饰演杨过的黄晓明跟刘亦飞 直接变成一线咖 不过两人的演技都被金庸觉得不够好 这位刘小姐样子蛮漂亮的 她怕难看了 所以她不敢做表情 一做表情她就是要破坏 原来这个相貌她就要改动了 她要哭她就不肯哭了 她楼梯野里她就算了 那个做杨酷的那个男演员 杨酷应该跟她师父在这个鼓墓里边 比方张重 比方很敬重师父 她好像做着一个很佛话的小青年这样子 我也不喜欢 比较现代 现代 现代 好像在给她勾引她师父这样 我就很不喜欢 简单总结金庸的意思 就是觉得黄晓明太油腻了 可能因为演完油腻版的杨过 令黄晓明爆红了 所以后面黄晓明便在油腻之路一去不复返了 首先是08年在《鹿顶记》中饰演韦小宝 本身伟小宝这个角色就是表情丰富 性格古灵精怪 演员一旦对角色拿捏的不好 就会用力过猛 而在油腻版杨过上 尝到甜头的黄晓明 把伟小宝演的表情夸张跟做作 然后在10年跟大S和任东三个人 加起来超过100岁拍 高龄青春校园偶像剧《泡沫之下》 黄晓明在里面攻陷了不少油腻的名场面 跟发明了XXX扰演法 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不过本来这剧真的很油腻 连大雕和任东也油到不行 所以也不能全怪黄晓明 可能剧本跟导演也油腻 才造就了这部油腻剧吧 在这剧播出后黄晓明被群嘲 相反和任东饰演的欧臣就大受欢迎 黄晓明很不吃味发文说其实有一点点后悔 作者说我跟何任东是生活中气息是反过来的 如果我演欧臣就更像了 不过没关系做个生活中的欧臣不是更好吗 黄晓明可能以为自己因为没有演到霸总所以不受欢迎 所以之后就爱上了演霸总的角色 跟做生活上的霸总 而他也的确做到了 除了爱做霸总外 在这次的事件中 我们也能看出黄晓明是很需要别人的认同跟爱被捧的 当有人安慰黄晓明洛西不失败时 他却酸溜溜的说没有欧臣受欢迎 为了安慰黄晓明 大S特地发了文说 有很多人喜欢洛西啊 远注中的洛西是个邪气妖娆上雾般的男人 我不认为地球上有人会比你诠释的更好 我的天哪 大S为了安慰黄晓明真的无所不用其极 讲完大S的形容后我都害羞了 然后还有精彩的就是在庆功会上 酒量好的和任东在吹完一瓶酒后 黄晓明被拱也吹一瓶 结果吹到一半就吐到不行 黄晓明只好说平时和威斯基没问题 证明自己酒量好 然后爱上演霸总的黄晓明因为嫌弃 步步惊心是女性向的而推掉了 之后狼牙榜的梅长苏原本也是找黄晓明演的 但他却推了去街拍跟陈乔恩合作 而被笑犹豫的锦绣原华丽冒险 这就证明了黄晓明选剧本的眼光真的不太好 剧中的黄晓明饰演的是深情霸道的黑道王子佐郑 不过黄晓明表现霸道的方式是 自己的事情 我允许你做我的女人 我已经认定了 你就是我的女人 我就知道你不可能拒绝 你的头发是我的 你的面肉是我的 你的身体是我的 死相你的意气都是我的 这一生 这一世 都是我的 真的是太霸气太深情了 相信女观众们都已经去排队当小明哥的女人了吧 然后就是下一个黄晓明很有名的游腻作品 跟宋倩合作的上古情歌 黄晓明把若江战神演成了一个穿着泰山外衣的杨过 还有古代版 我允许你做我的女人 如果说只是在电视剧跟电影里游腻的话 那可能还可以甩锅给导演跟编剧 不过在现实生活中都游腻的话 都真的没锅可甩了 黄晓明在平时的访问中 都会不小心的透露出一些中二跟游腻的感觉 记者问黄晓明觉得自己是什么股票 他说 我从来都认为自己是一只蓝筹股 我还没有达到人生的高度 我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使命感 这促使我一直往前冲 哪怕遇到挫折失败了 被人指着彼此骂 我也一直往前冲 听起来虽然很中二 但仔细想想就懂他想表达的意思 就是永不放弃 可能他真的喜欢中二油腻的表达方式吧 例如他对大宝贝的喜爱 婚礼舔死人的表白在上集放过就不放了 虽然对自己老婆表达喜爱之情 跟放闪并没有问题 但真的too much了 可是他好像真的是从骨子里 就是这么爱放闪的一个人 像小S在姐姐好饿就吐槽过他 私下也像演戏一样戏剧化 他们俩就已经是感觉 摄影机已经架好那种 那种态度 爱的菲 爱的夕缘 我是baby 我姐跟小菲就一直冒幻想说 你们到底是来拍MV的 还是来参观我们家的 我姐就跟小菲想说 他们俩疯了 讲到小S就不得不提 她早年对黄小明的吐槽 我妈妈说我小时候比现在好看 很像外回 像哈利波特 哈利波特不帅啊 哈利波特不帅 你也得罪不起 她走的是另外一个路线 不是你知道智慧小朋友 这脸怕健身人 你的手就没有放下来过 导演说这个小孩子真的是很漂亮 但是太害羞了 他怎么看不到你 导演跟我阿姨说这个小孩子真的是很漂亮 导演跟你说什么 就是 除了爱放闪外 有时候黄小明真的有点太油腻了 例如学猫叫 在解完扣子后急没弄眼 害得大秘密尴尬癌都犯了 还有在黄小明健身有功后 油腻的感觉简直直线上身 变成人间油物 一有机会就要秀肌肉 例如在刚刚提到的戏剧跟综艺里都有 真的是too much了 然后就当然不能不提 让黄小明成为油腻教主的名学跟名言名语了 其实在中餐厅的第一二季 黄小明已经暴露了很多问题 例如爱送饮料 不过幸好有情商高的教主初恋情人赵薇治他 跟帮他圆长 才不至于让教主的缺点给观众看光光 不过到了第三季 没了赵薇 店长志威就落在节目上的艺人中最得高望重的教主身上 而不知道是不是教主霸种眼多了 当店长时也霸种上身 什么东西都要自己决定 都他说了算 例如养子手指受了点小伤 处理完伤口后 教主却硬要带养子去医院看 然后养子说买个药膏涂涂就ok了 可是教主就爆出了惊剧 我不要你觉得 我要我觉得 你觉得不管用 我觉得管用 好吧 好霸气哦 当然如果只说一两次 并不会造成这么大的回响 之后在教主和大家讨论菜单时 大厨为了节省时间 人力跟食材 提议可以让客人选单双四人套餐 所有人都表示同意 但教主都不爽了 表示只做单人套餐 这个事情不需要讨论 如果大家都说的错的话 怎么没法弄 听我的 饭 怎么做 你说的算 做几个 我说的算 好不好 我们真的最大的名字 是不应该做套餐 我是这样的学生 因为教主不懂装懂 导致最后在餐厅的营运上错漏百出 例如食材 器皿不够 商菜时间慢 但面对问题 教主应对的方法是 不够就买 食材不够买 连冰箱也要不计成本的买买买 冰箱也是不够的 买 冰箱也可以买 听我的 因为自己不切实际的要求 导致的问题就说 是其他人的问题 他不管 然后说出几乎不太可能 或者是会累死人的解决方法 例如商菜时间慢 并要大厨早点备菜 但他的单人套餐要备的菜 根本不可能靠一个大厨 一天能备的完 其实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 做单双或者四人套餐 不过教主都是抱着 不要你觉得 我要我觉得 的态度 像极了我们平时遇到爱说教 不懂装懂你老卖老的 双标老板或长辈 不接低气的程度像极了大宝贝 所以大家才会这么受不了教主 这点我们也可以从 受害者杨子跟王俊凯的吐槽中发现 我告诉你 对也是一个人对 错也是一个人错 知道了吗 好不好 听我的好不好 抱着你吗 你们的手机 时时刻刻 纷纷绵绵绵不离 知道吗 我们要随时联系 小明哥 你在哪呀 联系不到你 我很忙的 我没有时间尽量看手机 OK 你怎么样 你的错 你怎么样 你的错 你怎么样 你的错 你犯了错误了 你也犯了一些错误了 小明哥也犯了一些错误了 归接到一个人 归 我的错 不过我觉得教主人其实并不坏 只不过真的是霸总眼上脑 加上在中餐厅太想表现自己 但弄巧成拙 之后他在鲁玉有约提到自己因为中餐厅跟以前的英语梗跟身高梗 被全网嘲笑的时候 他看到也会很在意很不开心 先解释一下英语梗跟身高梗 教主在08年奥运时开心口先唱主题曲 其中的Not at all 被教主唱成Not at all 跟滑稽的假音被嘲笑 而身高梗则是因为教主一直号称180 不过跟183的发哥站在一起时 看上去差的不止三公分 还有跟号称168的大宝贝站在一起时 也看不出12公分的差别 在换鞋子时也被发现 在袜子中塞鞋垫而被嘲笑 但后来他提到各种攻击他的留言时 曾经有一度想要转行了 也低潮抑郁了两年 甚至觉得街上的狗都以异样的眼光看他 但想开了之后就开始了教主的自黑之路 除了演戏之外 我还唱过歌 很多人听过我唱歌 都骂我说 没有唱功 我不是歌手啊 大哥 我是个演员 我连演技都没有 你凭什么要我有唱功 教主的不自信也可以在很多地方的表现中体现出来 例如有次跟李佳琪直播时 因为挡到他的一点点镜头 然后主动让开 李佳琪说没有 教主就说 大家都不想见到我 真的好可怜的感觉 我看到评论中有人说 觉得自己不帅了 没魅力的教主是最有魅力的时候 其实这就总结了教主油腻的原因 在演霸总的时候 一副老子最帅 邪魅狂娟的感觉 真的皮囊再好都会让人觉得油腻跟受不了 同样拥有逆天颜值 但后来变油腻的洋洋也是一样 教主不演霸总的时候 其实演技也是不错的 例如在中国合伙人 烈火英雄 并边不是海棠红靠演技为自己去游了 还拿了大宝贝最少拿的大满贯 虽然韩尽量已经不像以前 不过也算是对教主演技的肯定吧 所以教主真的要训练一下挑剧本的眼光 选对了角色 教主是有能力演好的 看完教主的各种访问后 觉得教主人其实蛮好的 有礼貌彬彬有礼 只不过真的有点太传统大男人了 希望教主之后可以接到好剧吧 讲完了教主就讲大宝贝的家境 我在网上找到的传言是说 他太爷也被家境很好 有钱让他在那时候去德国汉堡大学学医 娶了个德国人当太太 所以大宝贝是中德混血 不过后来家到中落 所以到大宝贝那一辈时 已经不算太有钱了 而大宝贝家境不算好 也可以从教主口中略知一二 当大宝贝被问到 以前在上海家住的环境时 教主说当时大宝贝家里住了很多人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小的房子里 住了这么多人 而且大宝贝很小的时候 就去打工赚钱了 真的是个很拼的小姑娘 虽然在教主眼中的大宝贝 是从小打工赚钱 很懂事孝顺的女孩 但这就直接戳破了大宝贝家境不好 有次大宝贝听不下去了 拉了拉教主的袖子说 也没有那么夸张啦 教主拍了拍他的手安慰说 这有什么呢 你这么上镜 而且家庭条件又不是你能决定的 所以从教主的口中 我们可以知道 大宝贝小时候应该不算很有钱 对于大宝贝中德混血的说法 很多网友看完大宝贝爸爸的照片后 都怀疑宝宝是印度人 所以后来也有大宝贝 应该是中印混血 而不是中德 不过这些都是网友的猜测 没有实锤 我们听听看就好了 好了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们上次见 拜拜